视频中经常被人追着打得到大熊猫 它被称为是全网最欠打的大熊猫 也是全网最调皮的熊猫 经常莫名其妙地半路强宝街阿姨的扫把工具 讲大爷的清气球 强物业公司的安全警示牌被保安追着打 别的玩偶每天兢兢业业的上班工作 只为养家糊口 而这只游人扮演的玩偶大熊猫却十分特殊 它每天都在挨打的边缘徘徊 明明是一只可爱的国宝大熊猫 硬是把自己折磨成了沙雕 这只大熊猫背后到底有多少搞笑故事呢 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视频一同分享 大熊猫帅帅是无稀事 亲子乐园的一名玩偶工作人员 如果你来这里游玩 看见一只被人追着满街打的熊猫 那么它一定就是帅帅了 它跑步的姿势特别搞笑 有一种小时候犯错误 被妈妈追着打得赶脚 这个大熊猫实在太气人了 感觉它把自己当成是国宝在随意折腾 不是偷火锅店服务员上班的衣服 就是抢外卖员配送的外卖 惹得外卖员跳脚 不是欺负小黄熊 就是追着雪王表白 每次惹得别人气地追着打 虽然长得胖 但它那两条小短腿脚踩二轮车 扑腾着向前跑 总能让人哈哈大笑 有网友留言 大熊猫帅帅 嘴在前面吹脑在后面追 尽管天天被人追着跑 但它一天也不消停 但凡跟人沾边的事 它是一点也不干呀 事实上 刚开始这只大熊猫特别的菜 它可是连一只野猪都打不过 和野猪撞着玩都能一招扑空 玩个单杠也能被野猪吓得节节败退 那个时候的帅帅被誉为 全网最倒霉的国宝熊猫 刹车全靠链 每次想来个帅气的开场白 结果下一秒就来个狗吃屎 不管是滑板车还是购物车 最终的结果都是翻车 有网友留言 这才是熊猫该有的样子活泼可爱 凭实力把自己完成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别看现在它挺猖狂以前的帅帅 为了报仇还偷偷地学过功夫 学成归来第一件事就是复仇 把野猪堵到鸡脚嘎啦的胖走一顿 某一天乐园来了一个新的玩偶工作人员 一只可爱的小黄熊天天聊妹子 这可气坏了帅帅 他感觉自己的人气都被小黄熊拐走了 帅帅为了出气不是在街边隐蔽角落给人一脚 就是在天冷的时候天降大雨 惹得小黄熊追着打他 就因为小黄熊体格矮小 动不动就把人往垃圾桶里赛 而且还拉帮结派 每次都被小黄熊追得满街跑 帅帅有个霸气地称为人称整个玩偶界的老大 直到后来雪王的出现 帅帅发现自己的世界中有一颗流星滑落 帅帅发现自己喜欢雪王 看见雪王就脸红心跳 爱情就这样降临了 然而他追求雪王的方式特别奇怪 不是偷走雪王的冰淇淋 就是在雪王上班的时候捣乱 在情人节的时候还去搂搂抱抱 然而很快就被店铺老板强行分开了 有网友留言 这对小经理始终逃不过店铺老板的围追堵街 在这场感情中 帅帅有种矛头小子总是惹心爱的姑娘生气的感觉 在这个游乐园中小黄熊帅帅 明明都是活泼可爱的玩偶 却因为都喜欢雪王而变成了一对情敌 每天为了赢得雪王的芳心费尽脑汁 你认为他们两人谁能抱的美人归呢 看过视频的网友们纷纷猜测头套下的帅帅到底是男是女 有人猜测他可能是一个调皮可爱的帅哥 也有网友猜测 帅帅一定是一位呆萌可爱的妹子 那么你认为帅帅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这里是八哥有点料 关注我 分享有趣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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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 估论区 我